弟兄姐妹早安 大家好久不见了 有一个月不见了 不知道大家好吗 好 感谢主 那我们来祷告好吗 我们盼望我们预备心 来领受今天的信息 所以说我们再次把自己 交在主耶稣面前 我们把弟兄姐妹都交多给神 愿你亲自透过你仆人的口 来对你的百姓说话 叫我们吃喝领受神的话语 我们得到生命得到建造 谢谢耶稣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这段时间我们是要分享 我们要一起来查考 以赛亚书40章之后的信息 大家知道以赛亚书 你知道先知书大部分的信息 大概分成两类 大家知道吗 第一类是什么 第一类是责备审判的信息 特别是当上帝的百姓 犯罪堕落的时候 第二类是安慰拯救的信息 特别是当上帝的百姓 经历苦难灰心上党的时候 那在以赛亚书1到39章 这两种信息是轮流出现的 但是到了40章之后 比较多的是安慰鼓励的信息 因为以赛亚所预言的是 150年之后的事情 上帝预先将安慰赐给 150年之后被掳到 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百姓 所以以赛亚书40章之后的信息 又被称为叫做安慰之书 那么上帝如何安慰他的百姓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透过他的仆人 谁是他的仆人呢 你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其实上帝就是我们的仆人 上帝自己愿意做仆人 并且他拆派另外三种仆人 第一个是谁 第一个是弥赛亚 弥赛亚是受苦的仆人 其实就是上帝自己 第二个是以色列百姓 这代表上帝要使用他的百姓 还有一个人是谁 大家知道吗 就是古列王 一个不信上帝政治上的君王 其实整个以赛亚书的观念来讲 上帝就是我们的仆人 所以他也拆派各样的仆人 来服侍我们 那这个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先要来看古列王是谁 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应用 请问谁是古列王 谁是古列王 古列王是波士帝国的开国君王 从以赛亚书41章开始 就提到从东方要激励一人 要从北方兴起一人 其实指的都是古列王 因为北方是哪里的 北方是马代帝国 然后东方的是波士帝国 他们合在一起就是波士马代 所以古列王是波士马代的开国的君王 他一上任就下令 下令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 都可以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耶和华的圣殿 那一年刚好是主前的536年 在圣经的以色拉记里面 就有清楚的记载 古列王说什么呢 古列王说 耶和华天上的上帝 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为他建造殿雨 还有呢 古列王下令其他不是上帝的子民的 也要甘心用财务来帮助以色列人建殿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一个外邦的君王 怎么会在那个时候下这样的命令 其实早在古列王下这个命令之前的150年 以赛亚就写下这个预言 以赛亚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 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已经分成北国跟南国 那个时候北国很不幸的是被亚述帝国给吞灭 但是南国呢 南国在西西迦王的当政之下过得还不错 当时巴比伦帝国还仅仅是一个小角色 是没有影响力的 是根本没有名声的 不过当以赛亚发出有关古列王的预言的时候 国具情势就一开始就开始有一连串的改变 像骨牌效应一样 一个扣一个 在主前的612年 巴比伦强大起来就吞灭了亚述帝国 接着呢 在主前的605年 巴比伦就攻破了耶路撒冷 俘虏了第一批的南国的犹太人 就进到巴比伦去 接着俘虏了第二批 第三批 最终南国谬 这是发生在主前605年 到主前586年之间的事情 后来又过了70年 波斯王古列才兴起 而这个70年是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 耶利米预言说 买了70年之后 以色列被鲁之名要归回 后来呢 古列王发现 150年以前 以色列所说的那个古列王 就是他自己 甚至在以色列书45章1到3节 早就已经描述 古列王是怎么样当上皇帝的 连战争的概况也都记录下来 还有呢 在以色列书40到48章 几乎每一章都提到古列王 有一些是暗示 有一些是直接提到名字 都强调一件事情 古列王能够当王 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乃是耶和华上帝造的 如果你仔细读以色列书45章1到7节 短短的七节圣经当中 出现了22次的我 这个我是指谁 这个我就是耶和华上帝自称 在这短短的经文当中 出现了这么密集 这么密集的 表明什么 表明上帝很急切地跟大家宣布说 这是我做的 也就是说 古列王能够成为世界的霸权 不是十四造英雄 也不是英雄造十四 乃是上帝造了十四也造了英雄 上帝让古列成为古列王 上帝恩待他 呼召他 扶持他 让列国扶在他的面前 列王解开腰带 城门打开降服于他 而后来呢 历史上的记载 几乎与圣经的描述完全吻合 比如说像以色亚书 45章的2到3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一起来 我必在你面前修平齐聚之地 我必打破铁门 砍断铁栓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 闽藏的财宝赐给你 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 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这是150年前 以赛亚预言古列王是打仗的状况 而历史上的记载 古列灭掉巴比伦的过程当中 真的记载到 巴比伦有坚固的城池 他们的首都有一百座同门 真的是同所做的同门 四周围都有护城河 固落金汤 然而这个古列王得到一个灵感 他们把护城河的那个水源 就是柏拉大河的这个河道 转移方向 结果使这个护城河就变成了小溪 军队很容易过去 就拿下了这座城 这是历史上的记载 还有45章第三节那里提到 暗中的宝物和隐藏的采绑 有些人有人统计 巴比伦帝国大约有 一亿两千六百万吨的 纯金跟纯银 都被古列王带走 那古列王几乎是 迅雷不及焉耳地 打赢所有的战争 而这一切上帝 透过以赛亚 早在一百五十年前 就大声地说 这是我做的 还有在以赛亚书45章 总共出现了七次 没有别神 意思是说 没有任何一个神明 可以做这些事情 天地都是上帝所造的 万物是上帝所造的 古列也是上帝所造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上帝不只是掌管教会 在教会里面运行而已 他也掌管政治 掌管一切 阿们吗 好像不太阿们 阿们吗 因为一切都是他所造的 没有别神 只有耶和华 上帝造作这一切 上帝掌管这一切 所以上帝的仆人是谁呢 其实上帝自己就先来做仆人 然后他拆派仆人 最重要一个仆人是弥赛亚 弥赛亚当然是上帝的仆人 他是灵性的仆人 解决我们内在受罪压迫的痛苦 他要拯救人 进入到天国里面 今天我们也看到 古列王 这个政治上的君王 这个不信族的君王 也是上帝的仆人 他是政治性的仆人 他要拯救百姓 脱离政治上的捆绑跟压迫 回到自己的国里 从神学的观点来看 上帝是仆人 上帝要用他的左右手 来帮助我们 古列王算是上帝的左手 弥赛亚算是上帝的右手 上帝的左手代表什么 上帝的左手代表是律法 政治赏赏法尔建立次序等等 当时上帝就用古列王 来完成这个上帝律法的功能 但是律法不能够教人 罪得赦免 但是弥赛亚仆人 代表上帝的右手 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 让人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让人罪得赦免 而得到新生命 这是福音的功能 所以上帝是使用律法跟福音 来拯救我们 在以赛亚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两种仆人 都是上帝所护照的 但是两者是有区别的 古列王出现得比较早 弥赛亚出现得比较晚 并且上帝使古列王 拥有政治上的权位 他高高在上 他有权柄命令 命令各地的官员 要起来帮助以色列人建殿 但是弥赛亚出现 却是以受苦的仆人出现 他谦卑自己 他用爱 用福音 使百姓 甘心 乐意地回转 归向神 这两种仆人 有很大的区别 对不对 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军王 一个是谦卑自己的 像一个仆人一样 但是很重要的是 他们不是分离 他们是彼此合作 古列王先解决 以色列人外在的痛苦 他们被拯救回到国内 开始建造圣殿 而弥赛亚仆人 接着解决人内在的痛苦 使罪人得赦免 让人可以进到天国里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两种仆人是 这两种仆人是有区别的 但是他们却是彼此合作的 都是要把人带到上帝面前 那么这样的观念 如何影响基督徒的职业观 或者影响我们的政治观呢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基督徒的政治观应该是如何 说实在 上帝的百姓 今天的政治观其实非常混乱 常常是左手右手分不清 说律法跟福音分不清 比如说有人赞成政教合一 这个很容易就出现 教会干预政治 要不然就是政治干预教会 政教合一会使教会成为政治的工具 或者是教会掌控政治 这个真的是把律法跟福音的功能混淆了 其实律法跟福音各有功能 各式有区别的不能够混淆 同样的政治跟教会的功能 是有区别的不能够混淆 教会应当注意福音的功能 因为这是教会的使命 但是有些教会 他们很关心国家政治 遇到选举的时候 他们公开用教会的立场 来背书某某政党 是上帝所选招的 这是政教合一的做法 但是这样做很容易 把律法跟福音给混淆了 小心我们不要掉进政教合一的陷阱当中 不过也有人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政教合一他们觉得有问题 那么就要怎么样 就要政教分离 认为基督徒应该好好地服侍教会就好 不要管政治 但是问题来了 什么叫做政治啊 以前我们读三民主义的时候 什么叫政治啊 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士 对不对 只要有人就跟政治有关 同意吗 基督徒跟政府有关系的 立法院所立的法律 跟我们有关系的 我们选的市长里长 跟我们有关系的 除非你离开这个世界 要不然你一定跟这个国家的法律 政治选举很有关系 政教分离的观念 会导致弟兄姐妹不敢参政 参政就好像犯罪一样 然后就被教会切割 教会也不敢接受说 这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一个候选人 等等之类的 或者是弟兄姐妹表面上不谈政治 但是心中已经立场坚定 如果别人跟他的立场 跟他颜色不一样的时候 就会不高兴 有所谓的选举焦虑症 甚至有人潜在里 认为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选上 比上帝的真理还重要 比教会的合议还重要 比盼望新天新地还有盼望 如果支持的候选人没选上 就会沮丧到好像世界末日 好像台湾要亡国 到底台湾的希望在这些政治人物身上 还是在上帝身上 小心 如果有选举焦虑症 那更深的问题是拜偶像 把政治当上帝 以别人代替越华的那人的筹骨必要加征 支持政教分离的人 他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敢谈政治的 当然这些焦虑也不敢跟请别人带导 不敢跟别人分享 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正确的面对政治呢 那么我们既然不支持政教合一 也不支持政教分离 那么基督徒的政治观应该是什么 从古列王的经历来看 简单说我们应该是什么 政教区分 不是分离 政教区分但是要合作 不是政教合一 也不是政教分离 而是政教区分但要合作 来跟你旁边的政教要区分但要合作 我们从神学上来看 律法福音 律法是上帝的左手 福音是上帝的右手 左右手是不能够分离的 但是他们是有区分的 因为律法跟福音的功效是各有不同的 但是他们不是分离 也不是干预 区分是为要合作 而且我们相信左手右手都在上帝的引导跟掌权之下 阿们嘛 就好像古列王 古列王是上帝的左手 也是在上帝的引导跟掌权之下 所以上帝用了政治 用古列王下达命令 并且设立神掌索罗巴伯 在政府的保护之下 可以带领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这是上帝左手的工作 也就是律法的功效 那请注意 上帝没有要古列王下令 叫每个人都信上帝 对不对 那不是更快吗 那不是更快吗 在教会历史上真的有君王下令 所有的人都要信耶稣 都要进入到教会 那就好像罗马皇帝 君士坦丁大帝一样 他曾经这样下令过 结果教会大复兴了吗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更多人了 可是那个时候 却是教会在中古时期 是最黑暗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律法政治不可能叫人信耶稣 律法只能叫人自罪 并且只能建立次序 建立规矩 只能为福音普入 还有呢 当圣殿盖好之后 接着上帝预备祭司以色拉 在圣殿里面传讲上帝的话语 带着百姓深深的悔感 跟主建立真实的关系 这是什么 这是上帝右手的工作 是福音的工作 所以从这些经历来看 先有上帝左手的工作 接着才有上帝右手的工作 上帝的左右手 律法跟福音是各有功效的 彼此不干预 但是彼此也不分离 而是彼此合作 目的都是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政教要区分 不是分离哦 政教要区分 但是要合作 不要想用政治 律法 叫人信耶稣 反过来说 不要想用福音 达到律法跟政治的目的 那讲到这里 一定有人会问我们 那我们教会 如果有人想要参政怎么办 如果有人想要参政 教会如何看待 我试着用这个政教要区分 不是分离哦 但是要合作的这个原则来看 假如教会有人想参政 那么教会应当发挥这个福音的功能 牧养这个人的灵命 并且教会也可以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求主成全这个人 让他能够在政治这个职场上来荣耀神 其实在政治界里面 参政也是种职场 种职业中的一个 还有我们从这个呼召的观念 什么是呼召 呼召简单的说 就是他自己想做 他有这个恩赐能力 他有这个灵命 然后教会也了解 也知道他 也审核他的灵命恩赐 很棒的时候 合乎神心意的时候 教会就可以呼召他 那叫做呼召 那叫呼召 其实各行各业 我们都是神的呼召 你要从政也是上帝的呼召 所以他自己先要愿意 而且教会也看他 也观察他的灵命跟恩赐 是合乎神心意的 那教会可以拆派他什么 成为一个政治界的宣教士 其实告诉大家 我们要呼召 每一个人都成为你职场的宣教士 而政治界是职场当中的一环 那教会更重要的是什么 教会更重要的是 用福音的原则 帮助想要从政的弟兄姐妹 生命得以成长更新 所以请大家注意 我们不是政教分离 千万不要说 某一个人想要参政 从此教会就完全不理他 也不敢请教会的弟兄姐妹 为他祷告 也不敢跟人介绍 让他自生自灭 让他自生自灭 但是也不能说 教会有人想要参政 那我们就高举他 我们就推举他等等 这个也不对 要从呼召的观念来看 第一个 他自己想要做 有恩赐 有能力 有生命 而教会观察他 了解他 知道他的恩赐生命 是合乎神心意的 那么教会就可以拆派他 进到职场 进到这个政治界当中 成为政治界的宣教士 那么他要继续的 跟教会合作 教会要继续的帮助他 灵命被建造 然后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最终的目的 他要让政府 让政府在左手的功能上 能够发挥的更好 并且右手的功能 也能够发挥的好 让人可以信耶稣 比如说我们教会 有针线银弟兄 选上司议员 司议员有政治上的权柄 他可以把正确的价值观 带到政府当中 他也可以跟教会合作 把人带进到教会当中 有机会信耶稣 我们来听听他的见证 弟兄姐妹平安 选举前我就相信 天上人间的权柄 都在主的手中 这些权柄 也都应该被好好的善用 来完成大使命 在困难的选战中 我常常向上帝祷告 能够荣耀他的名 这样的祷告帮助我 可以定进在他身上 有许多的牧者 同工 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 我非常的感恩 在27位候选人当中 能够当选 而且是第三高票 这真是神迹荣耀归给主 就之后我开始运用 议员的权柄 接受许多市民陈情 当中也包含 协助教会及机构 例如帮助华神 进信会联会等 解决他们的问题 如果没有县议员的协助 可能到今天 我们华神大楼的土地 还没有办法登记成 我们的财产 所以华神非常感谢 县议员的协助 因为我们联会 最近也有一些的事情 透过议员来协助 曾议员他都非常积极的 来给我们协助 那我们都很快的 都拥有了答案 在圣经提到要 行公义 好怜悯 纯谦卑的心 与你的上帝同行 我看见台北市里 有许多贫穷人 及弱势家庭 于是进一步的 帮助教会及机构 连结市府 帮助贫穷人 我协助让社会局及各车处市 更多的了解教会机构 也让机构有合适的管道 进到社区 帮助贫穷人 及弱势族群 这当中包含 政令堂支持的机构 也有其他教会支持的机构 最近更进一步 我邀请台北市 12行政区 联导会牧者 参访市议会 期待让牧者 能够更多了解 议会及市政府 也为 议会为市政府 祷告 善用全体 教会同心关怀社区 打造圣诞文化 关心贫穷人 成为台北市的祝福 完成大使命 我也注意到 不公义的诈骗案件 在我的选区不断发生 借着质询 也要求市府 跟金融机构合作 预防诈骗 提出具体的做法 让台北市 可以成功的在民众 会前时拦阻诈骗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方向 我觉得市长就认同吗 可以 所以我们马上来做 被拦阻的金额持续上升 保障市民的财产安全 在教育方面 透过咨询 还有预算审查的职权 也连结教育局跟机构 让教育局重视 预防儿哨的手机成影 我们绝对会 把这种学校 儿哨 手机 3C产品 成影的问题 列为我们 接下来施政 非常重要的一款 也让好的机构 及家庭教育的内容 可以进到校园 推动家庭主流化 也努力保守我们的孩子 远离毒品 及不当资讯 有一天 我太太问我说 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我回答 越来越喜欢 因为我不但可以 善用权柄 祝福这地 更可以接触民众 利用机会 传福音 在选前 借着线上的开课 教授预防儿哨的手机成影 选后 我仍然继续开 也成立了 每周一次的 家长成长班 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起投入 帮助木道友家长们 知道怎么样为孩子祷告 目前有大约 一百位家长 固定每周一次祷告 由于妈妈 刚接触我们的时候 很挫折 跟青春期的孩子 有许多的冲突 在因着课程中 一起祷告 对上帝无条件的爱触摸 她也开始学习 怎么样无条件的爱孩子 学习爱的语言 妈妈的生命 有了很大的改变 孩子从不愿意跟他沟通 甚至网路都封锁他 到后来亲子关系 有了很大的突破 孩子觉得妈妈变了 家庭的气氛都改变了 变得更喜乐 更有爱 去年圣诞节 我们举办了一次 实体的受洗聚会 这位妈妈全家都来了 她的先生跟孩子 也一起见证她的受洗 另外几位一起受洗的 也都是经历了福音的大门 跟家庭关系来改变 今年我们还要再办 盼望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来 我要特别感谢 许多忠心为我带导的 教会牧者同工弟兄姐妹 若不是大家的祷告 及上帝的恩典 靠我自己是不可能的 很喜乐 可以跟大家一起同工 不论是在前线作战的 还是在后方看守兵器的 大家一起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 荣耀都归给主 好 感谢主 这就是一个政教区分 不是分离 但是要合作的例子 目的都是要把人 带到上帝面前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好好祷告 特别是要为政府的各级官员 以及为立法院 市议院 市议会等等来祷告 要让政府把这两只手 都活用出来 都要用得好 比如说当政府 左手用得好 国家会兴盛 政治会清明 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还有呢 要祷告政府 也能够发挥右手的功效 能有更多基督徒官员 或者是非基督徒官员 跟教会合作 而把福音带进到百姓当中 我们深深的相信 不管是左手的工作 右手的工作 都是在上帝的引导 跟掌权之下 因为上帝是最终的掌权者 而且上帝就是仆人 要用这两者来服侍我们 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政治 上帝已经兴起一些人 组成政府 我们就要为政府祝福 但是你的盼望 绝对不能够在政府 不能够在这些人身上 乃是在上帝身上 还有我们除了祷告 我们要鼓励 有生命 有呼召 有恩赐的基督徒 起来参政 他们要成为政治界的宣教士 而且跟教会合作 那么政府右手的功能 福音的功能 就能够发挥得更好 千万不要在错误的观念里面 尤其是主张政教分离 觉得好像参与政治 像犯罪一样 基督徒当然可以参政 如果上帝呼召你选立委 选市长 选里长 甚至要去选总统 那么你应该好好地预备 那教会要做什么 教会就要好好地帮助你 灵命成长 灵命建造 然后拆盘你成为政治界的宣教士 政治界需要有更多 有生命 有呼召 有恩赐的基督徒领袖 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政府 左手的功能 右手的功能都发挥出来 其实不只是政治界 各行各业都是一样 上帝左右手的原则都要用出来 这也是我们的职业观 我们的职业观是什么 我们的职业观是 上帝是我们的仆人 而上帝拆派我们也做上帝的仆人 一方面我们要像做古猎王这样的仆人 好好的在工作当中做好 好好的你要做什么工作 就好好的把那个工作做好 达到上帝律法的功效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做 像弥赛亚那样的仆人 要用爱用福音 把人带进到上帝的国里 那所以呢 你的左手右手的功能 都是在服侍主 所以你在工作当中 好好的为主工作 认真的做 这是服侍主 做妈妈的 好好的照顾孩子 好好的爆尿布 这是服侍主 做学生的 好好的认真的读书 这也是服侍主 你做每一样工作 你认真的做 好好的祷告 认真的做 这个都是你左手的服侍 都是服侍主 当然你也不能够忽略 右手的服侍 就是带领人 信耶稣归向主 这两者加起来 才是最好的服侍 千万不要左手做不好 也就是你工作做不好 然后拼命在职场当中 做右手的工作 做传福音的工作 这反而让人对福音反感 但是也反过来说 你也不要左手做得很好 但是右手完全没有功能 好像废了一样 这样对人也不会有真正的帮助 所以我们在各个领域当中 都要让我们的左右手的功能 在你跟你的团队身上 能够发挥出来 最好如果有机会跟教会合作 让你右手服侍的功能 有更大的发挥 那么你在那个职场上 才能够真正的祝福别人 一方面你祝福你的职场 有好的发展 另外一方面 你可以带领人信耶稣 上周六我参加成岛 看到一个见证 有一位弟兄 他是一间公司的 非常高阶的主管 那这个见证就讲到 他自己说明说 他是如何借着祷告 并且非常认真的工作 在职场上发挥 他左右手的功能 他说他的工作信念是什么 他的工作信念就是 第一要乐意去帮助别人成功 他自己就成功了 所以别人其他帮忙 他一定是使命必打 还有第二 要跟别人分享 自己就丰富 所以好几年的 他的年终晚会当中 他都把自己的奖金 拿出来跟别人分享 神也非常信实 果然他的业绩跟奖金就更多 第三呢 他说要用仆人的态度 来服侍人就会有影响力 虽然他是非常高阶的 公司的主管 但是他都把属下当作朋友 而这些同仁很愿意 跟他讨论工作上的问题 甚至生命上的疑惑 也会找他讨论 他就有机会 跟他们分享福音 所以他不但在工作当中 有好的表现 老板也非常的器重 他信任他 同仁也非常喜欢他 而且他在职场上 也能够带这些福音性的小组 带领人觉知信耶稣 建立别人属灵的生命 别人一点都不会反感 因为他是在工作上 跟属灵上都带给别人祝福 感谢主 我们的职业观就是这样 上帝是我们的仆人 我们也要做仆人 一方面 我们做像古猎王这样的仆人 要参政就好好参政 要做任何工作就好好认真的做 发挥你左手的功能 带给别人在工作上的祝福 但同时 你也要做弥赛亚这样的仆人 若能够与教会合作更好 要用爱 用福音 把人带进到上帝的国里 得到新生命 就发挥了你右手的功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不好 我们有一点安静在主的面前 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 看看在我们里面 是不是有那个选举焦虑症 有些时候我们把党派 变成好像是上帝 觉得我们所支持的党派 如果选不上了 好像台湾就要垮了 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看那个人 是不是在他的恩赐 灵命上合乎神的心意 我们要支持的是那好的候选人 而不是支持党派 我们求圣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里面有那选举焦虑症 求圣光照 让我们真的放下 自己里面的那许许多多的成见 不要把政治当上帝了 乃是相信上帝会掌管政治 我们就依靠主 信靠主 把最好的候选人 能够选上 我们有一点安静 在主的面前 求神光照我们 光照我们里面 面对选举的时候里面的焦虑 所以说我们来 来到你面前 把我们心中 面对台湾的选举的焦虑 带到上帝手中 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不是把政治当上帝 乃是相信上帝必掌管政治 因此我们祷告 不管谁选上 我们都为他祝福祷告 一直让选上的人 可以把他 可以把上帝着手的工作 能够发挥到极致 因为我们相信 所有政治人物 也是你自己所拆派的 就像古猎王一样 是你所拆派的 是你所预备的 所以说我们再次把台湾的政治 带到你面前 主啊 求你救我们 救我们脱离那些选举的焦虑 让我们真的很自在 很自由的 去支持那些 我们认为 他的恩赐能力 灵命是合乎神心意的 主啊 求你祝福我们 私人给我们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主 谢谢主 好吧 我们第二个祷告 我们祷告求神打发我们 打发我们 都成为我们的职场的宣教士 有一些人可能被呼召 他要进入到政治界当中 成为政治界的职场宣教士 有些人可能被呼召 你在你的工作当中 在你的行业当中 要成为宣教士 好吧 我们就求神祝福我们 拆派更多的人 进到各个职场当中 包括政治界里面 成为各样 各样职场的 这样一个宣教士 好吧 我们一起同声祷告 求神打发我们 当中有更多好的人 有恩赐的人 在职场做宣教士 在政治界做宣教士 在各行各业做宣教士 也求神打发你 成为你的职场的宣教士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一起大声呼求神 一起来 是的 主耶 说我们谢谢你 主耶 说我们真是 肯定求圣灵在我们当中 你打发工人 你打发许多的工人 进到各行各业当中 成为宣教士 进到我们的职场 成为宣教士 进到政治界成为宣教士 主啊 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仆人的心态 我们都是做仆人的 因为你是我们的仆人 主让我们也学习做仆人 愿意被你打发 不管进到任何的职场 进到政治界 医学界 教育界 任何的这样一个职场当中 我们都要一个心智 让我们的恩赐能力 让我们的生命都可以提升 以至于我们在那个职场当中 就成为宣教士 主耶 说我们谢谢你 愿你亲自在我们当中 做成心事 在我们当中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主啊 我们呼求你 我们呼求你的恩典 我们呼求你在我们当中 亲自来掌权 好让教会 让各个职场 让政治界都在你的掌权之下 让我们左手的工作 右手的工作都在你的掌权之下 谢谢耶稣 谢谢主 愿你拆派我们 拆派我们 进到政治界 进到各个职场当中 成为宣教士 谢谢耶稣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